哇塞 這間的東西堆成這樣 我是要怎麼走進去 很可怕捏 專業的商店會用的一些招牌啊 聖龍等等 欸我好喜歡這種東西喔 它做的超精緻的耶 超的機器耶 哇好重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SENKA 今天呢我就要帶大家去逛一下 千日前的道具物金商店街 我很久沒有去那邊逛了 想說大家去逛一下好了 那我們就一起去吧 道具物金商店街就在眼前囉 今天禮拜六人還蠻多的 蠻熱鬧的 這一區其實比較像是里南坡 就跟南坡那邊氛圍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這一棟呢是叫做Number Grand Kages 是幾本星夜搞笑藝人他們的劇場 然後在這個劇場的另外一頭呢 這邊其實是有MMB48他們的劇場 在那邊 看前方就是我們這次要去的千日前道具物金商店街啦 看看有什麼好買好逛的 這也有一家食品模型店耶 哇好厲害 做得好真喔 你看 這很厲害 我喜歡吃點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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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油 還有我最喜歡的一隻啦 花魚卵 一個小分子 自己做欸 材料都在裡頭 你可以買回去自己做這個抹茶Puffet 很酷欸 還有章魚燒的 章魚燒的好cute喔 好多東西喔真的 好可愛冰 挫冰 真的就是餐廳前面會擺的食品模型了 螃蟹 真的好像真的喔 好酷喔 這邊是一些吊飾 這好可愛喔 麵包 還有烤肉片欸 這邊還有一些是飾品 章魚燒的耳環 這個是炸蝦的髮夾欸 你可以夾著炸蝦在頭髮上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我之前也有帶我家人來這邊 那時候我姐姐買了一顆橘子的鑰匙圈 在這邊在這邊 這個 那時候就買了這顆橘子鑰匙圈回台灣 他做的很香 他連橘子上面上面那麼白白他都怎麼做著 很厲害 釣魚燒好cute喔 吃鐵 他這邊還有體驗可以在這邊做 章魚燒2480 壽司2980 跟抹茶的puffet是2980 還蠻有趣的 大家可以過來玩一玩 在隔壁還有一間賣很多碗盤的店 哇好多喔 我們進去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家有些盤子 我也是在這間店買的 超多的 婆婆媽媽們就很喜歡這種地方 欸這也都好可愛喔 有各種各種的玩 那種酒瓶好可愛喔 狸貓的日本酒壺 還有杯子 那我們就在到處晃晃吧 其實千日前到居住金翔店街 是日本南坡這邊 他們專業廚師會來買道具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很多這種 專業的商店會用的一些 招牌啊 燈籠等等 好多招牌貓喔 好多招牌貓喔 這擺回去的裝飾也很可愛喔 夏日祭典 欸我好喜歡這種東西喔 它做的超精緻的耶 你看這個榨串的點 它連那個榨串上面的那種粉都有做出來 因為這是店家會用的燈籠了 哇 那我們在其他地方逛逛吧 那好多人在排隊喔 他們排什麼 阿拉麵嗎 拉麵啦 蛤蜊白湯麵 好多人喔 這邊啊 你看就是專業廚師會用的道具 章魚燒雞 它是接瓦斯的那種 這邊就在那邊叫專業廚師用的商店了 哇還有釣魚燒的 哈哈哈哈 釣魚燒的機器耶 哇好重喔 這邊店賣好多東西喔 欸逛不完 各種瓦斯爐 這是餐廳用的啦 火力應該很強 啊這個 棉花糖雞 啊這個有棉花糖雞耶 啊爆米花雞爆米花雞 買回去再加自己爆米花 爆米花雞多少錢 十五萬四百 這樣是便宜還是貴啊 這家很有趣 這邊是賣七七的店 好漂亮喔 哇好漂亮喔 還有手機殼耶 好美喔 還有各種筷子 而且他沒有很貴 只是他好多都已經缺貨吧 賣完了 這個好漂亮喔 閃亮亮 我比較好畫面看不看得出來 他超美的喔 欸超美 這是那個嗎 廣島的 那個神社 道具物商店街真的好翻蜜喔 這邊也是專業廚師用的道具 哇塞 這間的東西堆成這樣 我是要怎麼走進去 很可怕的 全部都是 都是國玩飄粉 好可怕撞到就全倒了 竟然要很小心 哇塞 喔 我害怕 好可怕喔 都堆這麼高 哇他電影真的所有東西都堆超高的 好可怕 但是有一種挖寶物的感覺 尋寶 應該真的不貴 這樣非常有造型的碗 也只要1520 他東西有太多了 他東西有太多了 這要慢慢的挖寶 看起來很有質感的盤階 只要900寶 Made in Japan 嗯 好霸氣喔 這只要1200 超多的 超多的 好像為什麼每個都堆這麼高 很可怕 太有趣了 這可以逛超久 喔 這邊有一家 借室的刀子 看一下好了 借室的刀子啊 是日本出刀子非常有名的地方 他們都說買菜刀買借室的 哇 這樣一整排擺下來好壯觀喔 酷耶 就是日本人對於刀子真的非常講究 他們切不同東西叫做用不同的刀子 這是切河豚的 切章魚的 哇你看 哇 這不是我們那種中華菜刀 會把它雕刻成這樣 是不是太美了 媽你要不要一隻 哇好漂亮喔 哇 這是切馬骨肉的 超長的 很酷耶 這邊這一家都是賣招牌的店 很酷耶 閃亮亮 好 我們灌完了耶 我已經走到出口了 雖然短短一條 但真的超有吃臭芳妮的 我們在其他胸走一走好了 哇 哇 見妝死了 逛完道具物商店接著大家逛一逛里南波好嘍 氛圍跟新宅橋那邊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這邊真的很吵 非常的有個性 馬上就有一間 おみやげ的店 好可愛 這個章魚 你看這些章魚被擠成這樣 這隻真的超可愛 他的嘴真的好有戲 南でやねん 南でやねん的章魚燒魔人 好可愛喔 大坂のおばちゃん 這邊他有這種很古老的書店耶 復古書店 都是餐飲店 這邊呢是往ビッグカメラ的地方 前面就是ビッグカメラ了 而且他做的好精緻喔 我真的覺得大坂人實在是太有趣了 這邊就是ビッグカメラ了 到了 但是比起ビッグカメラ我比較習慣去梅田的ヨドバシ 那我們從這邊過馬路到另外一頭 往南坡那個方向 我想要去吃一間 很有名的法式可麗餅店 畫面中看的到嗎 就是前面黃色在動 好多人喔 有點外帶應該沒關係 這間聽說是大坂第一間 傳統的法式可麗餅店 他其實很久就有 但突然變得很有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吃定番口味就好 這個 最普通的 我買完之後整個排隊人爆多 他說因為人太多要我等10分鐘左右 OK 那我們就等一下吧 我買的是Nikki No.1的 一個500塊 如果在店裡吃的話 還有像這樣各種各樣的 我店的是這個 然後邊走邊吃 謝謝 謝謝 好重喔 找地方吃 看起來好好吃好香喔 它好厚實喔 讚耶 好湯喔 嗯 外面脆脆裡面很Q軟 很好吃耶 它很像我們那種煎麵糊餅嗎 這樣講會不會會露掉 奶油香超香的 很好吃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回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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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 院子 發生的